停一下 你看你现在这个推球 我们为什么把球排要横过来啊 就是为了跟搓球配合 然后推球看着更隐蔽 对不对 那现在如果说你已经把大拇指顶好了 那也就是我在使这个推球的时候 我使不上碾动的发力 手指碾动进不去 就会出现什么效果来扔 你就只能是看到没有 转手腕去推了 那手指碾不了 手指发力进去就不好 那我们怎么让这个球排能出来碾动呢 你首先要知道细节 我肯定不能把大拇指已经把它顶好了 我要怎么样 我要把大拇指的内侧 看到没有 这边叫内侧 靠在底下这个斜冷上 手指呢也不能盘住球排 而是什么 而是要留有一段缝隙 那这样的话 他才具备你看 他具备碾动的可能这样的状态 那我们再保证球排 不要放在手掌处 放在手掌处 你后三只怎么low啊 好 现在成一个这样的状态 实质有余量 球排卡在指根处 不要卡在掌根处 后三只往回一low 就进去了 来 那教练就可以做的 看没有 没有任何引牌和发力痕迹 也能把这个球推出去 看到没有啊 来 你再试一试 哎 这个好 不要引牌 不要引牌 好 年代家中堂 你进行中央